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冰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的一种生活电器 现如今,我们的生活基本离不开冰箱 冯阿姨最近发现,平日只有她和老伴在家 家里30多平方的房间,大部分的电器基本不开 多年来,几乎每日电费保持在50左右 然而,今年初,冯阿姨缴电费的时候发现 去年12月,今年1月的电费激增 分别是561元,589元 和以往比的是,足足翻了10倍 家里常常开着的电器就只有冰箱了 于是,她以为是冰箱坏了,就找人来修 结果没想到的是,维修工说 因为她在冰箱上放了这几样东西 究竟是哪些东西导致了电费上涨 冰箱出现异常 又该如何保护冰箱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1.盆栽植物 一些朋友们为了美观 会将盆栽植物直接地放在冰箱上 这样做是不对的 盆栽植物一般是比较重 放在冰箱上面会增大负担,影响性能 而且盆栽是潮湿的 要是底部漏水 水渗进了冰箱,可能就会引起漏电 带来安全事故 冰箱上一般比较高 植物难以受到阳光的滋润 净化空气的效果也会差一些 所以盆栽还是放在其他合适的地方更好 2.微波炉 由于大部分人家里的厨房空间都很小 而需要收纳的东西又很多 所以为了更好的利用空间 不少人选择将微波炉、电池炉等的小家电 放到冰箱的上面 如果将微波炉放在冰箱上面 重量太大 会对冰箱本身造成负担 加大冰箱电能的损耗 而且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时候 会散出热气 会对冰箱固成损害 从而影响冰箱的使用寿命 有火微波炉不放在冰箱上面 而是仅挨着冰箱放置 是否可行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因为微波炉这一类的电器 是有电子感应会引起控阵 影响冰箱的制冷系统 破坏控温器导致冰箱损坏 其实不仅仅是微波炉 其他带有电池感应的电器 都尽量的不要与冰箱放置在一起 三 防尘布防尘灶 冰箱顶部容易击沉 有些家庭为了防止冰箱沾染灰尘 所以妈妈们都很喜欢在上面 盖上一块防尘布 但是冰箱是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不间断地工作的电器 在工作的过程中会产生热量 所以它的散热是很重要的 盖上防尘布之后 虽然能够阻挡灰尘的进入 但是也影响了冰箱的散热 不仅更加的耗电 也加速了冰箱的损坏 好心反而办了坏事 所以要是怕冰箱上面落灰尘 我们定期的用抹布擦擦就好了 不必多此一举 二 冰箱省电的小窍门 第一 开门的次数尽量少和短 会以每次开门的时间半分钟至一分钟计 冰箱内的温度恢复原状的压缩机 就要工作五秒钟 耗电0.008千瓦时 因为频繁的开关冰箱 里面的冷气出来 外面的热气进去 冰箱又要努力的制冷 才能够维持原来的温度 这样就比较浪费电了 所以还是要减少开冰箱门的次数哦 第二 不要将热的食物放进冰箱 我们尽量不要将滚烫的食物 直接的放进冰箱里面 因为要释放进热的食物 冰箱的压缩机就会更加的努力制冷 这样会非常的损耗冰箱的电机 冰箱感受到内部有了热源之后 就会更加的费电 所以要想冷藏东西的时候 还是要等到食物冷成湿温之后 再放到冰箱里面比较好 第三 定时清理或者更换密封条 密封条决定了冰箱的保温能力 保温能力比较差的冰箱 压缩机启动频率就会大大的提高 耗电量自然也会上升 密封条上的油、胶、糖等 都会导致密封条无法与冰箱壁紧密的贴合 导致密封性能降低 定时清理或者是更换密封条 可以保证密封性 冰箱也就会变得更加的省电了 第四 除冰霜 冰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属于冰箱的负载 即使这些负载的本身的温度已经很低了 但是维持负载的低温 依然需要消耗电能 食物怕坏了放到冰箱里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冰箱里的冰霜就属于完全没有必要的消耗了 定期清理这些冰块是帮助冰箱降低负载的重要方法 第五 储存食物不宜过满过紧 食品之间与箱壁之间 应该有10厘米以上的空隙 以利益冰箱内冷空气对流 使冰箱内的温度均匀稳定减少耗电 三 这些食物放冰箱坏得更快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家家户户都买了冰箱 食物的保存期也被延长了 增加了人们生活的幸福感 很多人都是什么食物 都往冰箱里塞 最为冰箱能够保鲜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有些食物放冰箱 反而会坏得更快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一 绿叶蔬菜 绿叶蔬菜是不适合放进冰箱里储存的 那是菠菜、油菜等绿色的蔬菜 放进冰箱每一两天 会发黑流失水分 再加上一些细菌和霉的作用 绿叶蔬菜会腐败得更快 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绿叶蔬菜最好是能够随吃随买 这样才能最新鲜 吃起来也更加的美味 二 青椒 青椒在冰箱里面放几天之后 会不新鲜 同时 青椒的储藏温度和储藏室的储藏温度 是不一致的 青椒的储藏温度是8度左右 希望大家在买了青椒之后 能够立马做成菜 不要长时间的储存 三 蜂蜜类产品 蜂蜜可以说是女生比较喜爱的美容产品 做面膜和蜂蜜水都有很好的护肤作用 蜂蜜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它很难支撑细菌 抱入冰箱后 虽然它的营养价值没有受到影响 但很容易造成葡萄糖结晶吸出 这样就会大大影响蜂蜜的口感 而且变得很难看 许多人看到蜂蜜的状态改变 干脆就当作变质的食品扔掉 实在有些可惜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和转发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扬声知识与您分享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非常感谢您 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